Mohammad Ziyech 讲的话 我想现在的观众应该已经很火姑娘了啦 Bonnie Booney Augustine 她在男子72公斤的比赛之中呢 成功举出了228公斤 并且多得了金牌 22岁就已经是世界冠军了 你咧 哼 撒嘴 hello大家好 我是那个女孩Emily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2020东京长安会终于结束啦 恭喜呢 马来西亚成功获得了三金二银 成功达到赛前定下的目标 其实Emily本人我就有发生到一个小事情 就是呢 在上次奥运会的时候 很多人就把目光放在那些运动员身上 像是Djia Bibi啦 Wao Sun Sim啦 Sou Weigh这样子的男神运动员 可是却非常少的人会注意到那些身体残疾 可是却已然为我国争光的运动员哦 所以呢 本集的视频就是要来带你认识 那些同样伟大的残奥运动员 和回顾这次的残奥运会点滴哦 话不多说 Let's go 第一位大马小飞人 Mohammad Rizwan Puji 他是我国的100米端跑健将 于1987年出生于玻璃市 嗯对 就是那个没有人知道的周 就跟他本人一样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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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 我是说以前 当你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起另外一个人 哈哈哈哈 我不懂你想要谁啊 是的 他在一岁的时候呢 就被诊断出了脑性麻痹 导致他的肌肉没有办法正常的运动 所以呢 他也没有办法像正常人一样 口齿灵异的说话 虽然呢 他没有办法好好的说话 但是他却能够让全国人民 因为他尖叫嘞 我拉也太爽了吧 在2016年9月10号这一天呢 他在男子T36级别的100米项目之中 成功以12.07秒的成绩 打破赛会的记录 多多金牌 是的 各位请跟我一起尖叫起来 这个是我国的第一面 参奥会金牌 诶 只有我一个人那么激动是吧 另外呢 那艾美丽小老师这里跟你们可谱一下 什么是T36级别呢 T36级别啊 其实就是四肢的运动和协调性 受到轻度至中度影响的运动员 这些运动员呢 必须弥补他们不服不对称 和运动协调性下降的不足哦 在本届残奥运呢 他以小组第一的成绩闯入决赛 但是最终却以第四名的成绩 结束了本次的赛会 虽然无缘奖牌 但是呢 他的那份坚持还有毅力 是值得我们大家学习的哦 第二位 大马壮汉 Mohammad Ziyad 想到哈 我想现在的观众应该已经很火滚了的啦 因为呢 大家都会想到那个 乌克兰选手咯 如果不是好像双眉讲的那样 乌克兰选手输不起啦 所以才上诉 不然呢 其实Ziyad很有可能就已经拿到了 他身家的第二枚 全奥会金牌咧 哎呦不要这样啦 虽然全奥会是否缠几人参加的 但是主办方他不是脑缠的咧 如果无缘无故上诉的话 又怎样会成功咧 规则的设定就是好人遵守的嘛 如果十遍遍就有例外的话 那么我问你 这些规则一开始受力是在做什么的咧 所以啊 与其去抱怨和辱骂其他的选手 不如我们好好的恭贺的Ziyad 已经成功打破世界金牌的事实 他是名副其实的90后 是于1990年出生于雪兰俄州 他天生呢就患有学习的障碍 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自己哦 据说呢他在发育他的体育残忍之前啊 一直都是在吉隆坡卖茶鸡条的咧 诶 等一下 是茶鸡条还是茶鸡条 还是茶鸡条啊 蛤 哎呀随便随便啦 比Name one better 诶 诶 sorry Dame back是9号咧 Dame 虽然呢 Ziyad在本届的长达会无缘奖牌 但是呢 他曾经在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上 首夺铜牌 更是在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上呢 打破了世界的记录 以16点到45的成绩 夺得金牌哦 第三位 Bonnie Boone Augustine 他是本届长达会首位夺得金牌的选手哦 他在男子72公斤的比赛之中呢 成功举出了228公斤 并且夺得了金牌 Bonnie呢 是于1999年出生于沙拉越 诶 99年哦 哈 幸好不是00年 诶 诶 诶 我是00年 诶 哇 这样子算到来的话 好像22岁罢了 22岁就已经是世界冠军了 你咧 是要赌赢冠军 其实啊 早在今年6月还没参加产奥会之前呢 Bonnie呢 就在杜拜的第11届世界 被残障力量举重比赛中 举出了234公斤的彪悍战机 打破了伊朗选手 露斯达米在2018年创下的世界纪录 当时候就连元首阿杜拉也发文恭贺他咧 可以说啊 这个金牌早就死于我们了 哈哈哈 会不会太假啊 都是写手啦 我太难了 下一位滚地球王子周伟伦 嗯不是周杰伦啊 伟伦呢从4岁就被父母遗弃了 所以呢他就有阿公来照顾 9岁就被送入了残疾人之家 从小到大他都必须要很独立才能照顾好自己 他在19岁那年呢对滚地球一见钟情 从此便展开了他的奥运之路 你看人家19岁都在滚地球啊 你咧 哼 还在吃地管 哈哈哈 伟伦啊为了本届的残奥会呢 特地请了三个月的无薪假 专注的备战残奥会 最终呢在本届的残奥会上呢 成功呢以黑暗的姿态一路过关斩将 最后还赢得了银牌 哦 伟伦我真的觉得你太棒了 我觉得你不只会滚地球 而且你还很会投资耶 因为赢他的奖金是 35万 第五位 杨玉琪 他和Bonnie呢同样是举重选手 本届的奥运会呢是他第二次参赛了 在上一届他出赚了97公斤级的项目 最终呢却以第七名的成绩结束了他的征战 在那之后啊他更努力的训练 势必呢要在本届突破他的成绩 果然呢他也不负众望 在五年的训练之后呢 他在本届的参赛会以237公斤的成绩 夺下了银牌 今年32岁的他呢 在2015年骑摩托遇上了车祸 而遭到了截止 自发之后呢 他曾经一度自我放弃 自暴自弃 甚至对他的人生都感到非常的迷茫 可是呢在费了大概两年的时间 他在家人不断的陪伴还有鼓励之下 他终于慢慢的振作起来 勇敢的面对他的人生 所以呢我们在这里恭喜疫情 恭喜你为我们国家中央 多得了银牌 第六位 男单一哥谢力好 说到羽毛球选手啊 李宗伟 苏伟毅 吴柳银 紫甲BB等等的羽毛球名价名字呢 想必我们大楼不是很陌生 但是谢力好这个名字 你有听过几次呢 其实啊 谢力好在2008年马运会上 曾经打败过陈炳顺耶 而且也曾经跟李宗伟交手过哦 谢力好呢从9岁开始就接触羽毛球 父母发现他在这方面非常有天赋 便把他送往羽毛球这条路发展 他在2003年呢 加入了国家青年队 只有呢才转去残疾羽球的国家队了 谢力好呢是S5级 也就是上级损伤的运动员 这类级别的运动员呢 其实几乎和正常的选手 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所以啊这个级别的运动员呢 竞争是比较激烈的 从2019年至今呢 谢力好就已经取得了 30亿连胜和6个世界冠军 并且同时也是世界排名第二哦 所以啊他也是本届残答会的金牌大人们 古然啊他也不负众望 台路过关长将 在决战的时候呢 直落两局 打败了世界第一的印尼选手 为我国夺得了第二面的金牌 为国尖光 最后一位大马空中飞人 拉迪夫 拉迪夫呢 是在本届缠纳会 为我国夺得金牌的最后一名选手 拉迪夫呢 在T20级别男子跳远比赛中 以7.45公尺的成绩 成功未美了冠军 拉迪夫呢 在5年前的缠纳会上 以7.47公尺 7.54公尺 和7.60公尺呢 三破世界纪录 而当时夺下的 也是我格的第3金 去全球和100米赛跑 没有办法夺得金牌之后呢 拉迪夫呢 也是我国本届田径队的唯一金牌 不愧是空中非人的 好啦 在看完了那么多运动员之后呢 不懂大家是怎么想的 但是呢 我相信大部分的人 都是跟我一样 都是深感欣慰的吧 这些运动员的努力 是多么的激励人心啊 他们呢 虽然身体残疾 但是却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 他们不断的在为自己的原生 寻找方向 并且屡次的在国际舞台上 为我国争光 让我国的国歌 可以在国际舞台上奏响 很多时候啊 我们都把关注放在了奥运会身上 甚至呢 媒体也把焦点放在了他们身上 而忽略了这些 同样伟大的特别运动员 希望呢 在未来的日子 我们可以把更多的目光 放在他们的身上 而不是每四年一次的产奥会而已 好啦 今天的视频就到此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记得帮我按赞 订阅分享 还有打开小铃铛哦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 拜拜